你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养生 毕竟呢,我们都是肉身 难免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觉得某些地方会感觉到不舒服 也可以称之为这种状态是养健康状态 现在在中国人年轻人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保温杯里放枸杞 枸杞呢,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 泡着喝的一种茶饮 很戏剧性的是,这句话是在年轻人之中流行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养生 也开始关注到养生了 在过去呢,如果说有我们的父辈中老年人 他们去看一些养生的文章 或者是去做一些某些养生文章中提出的一些个事情 那么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些文章之中呢 有的是对的 而有的是没有道理的 不可思议的 有的是对,有的是不对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去也会去劝我们这个中老年人 不要过度的相信这些所谓的养生的文章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又轮流到我们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也如果说会有一些病症的话 也会去看一些养生方式 或者平时在生活习惯中会去采取一些养生的方法 当然过去是不太可能 甚至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身体上感觉到有些病症 你不会去,比如说你的你头疼 这头疼 那么你不会去看医生 一个是自己会找一些养生的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去网上去搜集一些方法去 也是会去看一些网上的东西 比如是搜一下针对自己的病症 又去网上去寻找 去网上去寻找解决办法 这个时候呢 你能我们在网上得到的东西 其实也是真讲难辨的 这里面也会有动 也会有对的东西 当然也有的是不对的东西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被这些内容给吓到 可能会被这些内容给吓到 因为他网络上所给出来的东西 他是比较严重的 他会把这个事态升级非常严重 严肃化 所以说呢 现在年轻人最好还是去医院里 如果说真的有病症的话 还是去医院去找医生 去找医生看 另外呢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常有的一些大众都会有的一种不太好的状态 抛开个人的一些病症 我们就不要说 一些大众都有的 比如说这个肥胖的问题 现在肥胖是一个 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你的 当然这也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如果你吃了很多 什么都吃 那么吃多了之后就会导致一个肥胖 就会导致肥胖 另外一个 就是 关于熬夜 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熬夜 也不睡觉 到了晚上 该睡觉的时候 一直熬到 天亮 这本来是应该睡觉的时间 可是 现在很多人都不睡觉 当然有的这里面是因为 工作的关系 因为工作也有可能是因为 就是不想睡觉 比如说 有的人喜欢晚上打游戏 有的人喜欢晚上打游戏 可能也是因为游戏 游戏的因素 那如果说晚上不睡觉的话 就会导致第二天 必然的精神状态就不会太好 精神状态不好的话 工作也做不好 整个人身体就会很 很浑浑沉沉 头昏脑胀的 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去做的事情 比如现在是通常我们上班的话 是坐着 我们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职业病 比如说是每天都坐在椅子上 你的工作坐在椅子上 当然有些也是开车的 有些是因为开车 比如说货车司机 或者是出租车司机 还有公交车司机这些 也是久坐 你久坐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导致的腰疼 腰疼 还有颈椎的疼痛 这些都是可能会遇到的 颈椎疼痛 有像对于这些情况 有的人呢 他就没有意识到 还是延续了这些习惯 比如一直吃 吃来吃去 就会导致肥胖 还有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 晚上不睡觉熬夜 第三个就是久坐 经常坐着 那有的人意识到了 意识到之后 他就会尽量少吃 有些东西是吃 有些东西是不吃的 尽量去吃那些低热量的食物 如果说你本身已经在肥胖 已经是肥胖了的情况下 然后另外就是要保持睡眠 在该睡觉的时候 要睡觉 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 第三个就是 我们可能因为工作 难以避免要久坐 但是你可以抽空 抽空起来活动一下 那当然有些 比较在意身体的 会专门的每天抽出一段时间 去健身 去健身房里健身 或者是去野外跑步 比如说这个举重 比如打篮球 打篮球还是像跑步 会去野外跑步 那这些都是能够缓解 能够缓解我们身体上一些 压健康的状态的 所以说我们有些坏的习惯 难以避免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抽出时间 去做一下运动 尤其是去外面 当然去室内的话 可能效果还不是很好 是去外面 在比如说早上的时候 太阳刚升起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跑个步 找个地方跑个步 也看看外面的这些花草树木 都是很好的 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心情好也是会影响身体的 也就会 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情况 会越来越好 最起码不会不至于一直保持一种很差的身体状态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